有个衣衫蓝绿的乞丐 揪着木棍混进了城里 他头发结块 浑身是泥 胸口捂着一个咸菜坛 冲进了一所学校 这一冲 刚好碰到了要出门的清华校长 梅一琦 乞丐一把拉住梅一琦的手 激动的喊道 梅先生 我终于到了 梅一琦看了半天才看出 这个人竟然是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 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赵中瑶 而他怀里的咸菜坛子里 装着当时中国唯一的50毫克雷 这是北平沦陷后 他趁着夜色带走的 那时日本人占领了清华大学 为了躲避追击 赵中瑶假扮成乞丐 步行千里 把中国核武力最重要的家当 带到了昆明 此时放射性极强的雷 已经捉上了他的胸口 1937年11月 华北沦陷 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 清华 北大 南开 决定南迁 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大学 谁能想到 这所仅仅存在了八年的穷困大学 居然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 朱姆拉玛峰 三千多名学生里 有两位拿了诺贝尔奖 四位拿了国家最高科技奖 八位是两单一星元勋 另外还有171位良院院士 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那时候连欧美知识分子都说 世界教育中心有三 美国 英国 还有中国昆明 在南迁开始前 十任教师的文一多 是回了趟武汉老家的 当时老友邀请他留在武汉 到教育部去工作 但他却婉拒了 那时候 文家有四个孩子 最大的一个才十岁 生活很难 所以文太太听完都气哭了 但就算是这样 文一多也还是坚持 离开前 他对妻子说 学校真的太困难了 临走 文一多叫醒了两个儿子 说爸爸走了 将来云南见吧 话还没说完 眼泪就掉了下来 到了昆明 房租贵 买家具还花了一大笔钱 很快 文一多就用完了手头的存款 加上租货膨胀 堂堂大教授也只能课章 赚点小费 他写信给妻子说 快一个月了 自己没吃过茶 只能吃百开水 今天到陈孟家做客 他把不要的茶叶给我 才总算是开了婚 而跟他一样穷的 还有一个人 华洛庚 那时西南联大没钱 没教学楼 没宿舍 更没有办公室 所有老师都住在一个小院子里 上下楼各几户人家 那一年 华洛庚刚从英国赶回 一家六口赶到昆明 压根没地方落脚 于是仗义的文一多手留了他 只是这文家的房子也特别小 只有十来平米 这下足足挤了十几口人 睡觉时只有一个帘子隔开 晚上打个喷嚏 都能把隔壁吵醒 于是后来 华洛庚在昆明城外二十里 找了个便宜的住处 说是香楼 其实就是个牛棚的顶 华教授一家人的寝室坐卧 全在这个牛棚顶上 晚上香烟罐子里放点油 再摘些破棉花做灯芯 就算是灯 楼下的牛挨着墙擦痒痒 楼上就会地动山摇 人在楼上就跟喝了酒一样 那是站都站不直 在这样的环境里 华洛庚写完了自己第一部学术专著 堆垒素数论 这本著作响于世界 同时也让他有了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名头